立委候选人小琉球后援会成立 舞台肇事相当热闹 主持人开心宣告 候选人的爸爸立委苏正清到场 负责量舞台上手拉手 象征着接棒传承 到小琉球站台肇事 因为会选案被判刑的苏正清 被检举违反了出海限制 原来前往小琉球得搭船出海 无党籍的苏正清 因为百货所会案 遭台北地院判刑10年 被裁定2024年5月前 限制出境出海 无法竞选连任的苏正清 让儿子来接棒 苏正清是请全力助选 结果搭船到了小琉球被检举 依照法令限制出境制的是出国 但是限制出海 所有的里岛 从小琉球 澎湖 金门等等 统统都被禁止 苏正清到了小琉球 警方已经依规定通报台湾高等法院 屏东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 除了苏正清的儿子苏孟存 还有民进党退派的候选人徐富奎 双方票员相当 也让选情更显激烈 三地新闻 朱俊杰 俊荣 屏东报道